看到了这场选举只剩下倒数九天 现在国民党大选候选人侯友宜的方面 副手赵绍康为了要争取年轻族群的选票 日前也受邀向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脱口秀节目 而赵绍康因为反应快直来直往的性情 在网络上也掀起了热议 国民党大选候选人侯友宜的副手赵绍康 在网络知名脱口秀节目 吹口琴 秀采艺 要突破同温层争取年轻选民青睐 我要怎么称呼你啊 会比较融洽一点 叫爷爷 爷爷吗 不行不行 那你叫名字好了啦 针对麻辣体问赵绍康有备而来见招拆招 即使节目中刻意挖苦 赵绍康也能借力实力 你们知道我离开国民党多久了吗 多久了 29年 那为什么离开29年还是可以比侯友宜还强啊 节目已上架短短两天就突破百万人次点阅 赵绍康反应快 有话直说的性格 让现场民众不时呼唐大笑 除了勇于上脱口秀节目 增加年轻人的好感之外 赵绍康也在专访中 想在野其他势力递出橄榄枝 期盼选票集中 选后我们如果赢了 把这个柯文哲请来 甚至把郭台平都请来 大家一起讨论 连包括行政院长人选都可以讨论 选择要赢嘛 你分散就不会赢嘛 你不赢了你什么都没有 选战到了最后阶段 国民党积极抢攻年轻票 巩固基本盘 呼吁选民集中选票 下架民进党 完成政党轮替 风华卫视彭世亭 金敏槐台北报道